我們來看一下颱風的最新動態 那金門聯講也已經跟進了 外島地區明天放颱風架 從此刻開始 這個風慢慢的強 大家現在含有感覺 除非必要盡量不要出門 好 另外一頭再來看 來 導播 這是一樣的嘛 全班停班停課的訊息 有沒有 現在這個我們看到 有些中心最大的風速 十四級 瞬間最大的陣風 大概十六級風 七級風平均的暴風半徑 是220公里 最新的消息一樣 我們在這個藍色標裡面 有全程掌握 在左下角那個區塊 有明天上班上課的最新訊息 本來它是歸宿踏步 後來好不容易開始動了 那相局分析 它本來是強台 可能會以這個青台 來登陸這個西南部 當然它如果減弱的話 會是個好事 那甚至今天戴立岡預估 它有可能就在太平洋 就在台灣的上空當中 就陣亡 就被消滅 那當然這是好事 但是別忘了 有時候颱風走了 災害才開始發生 之後的豪雨等等 這萬不能掉以輕心 你看喔 高雄古山剛好又是滿潮 海水倒灌 水淹到了腳踝 水淹到腳踝 那特別提醒 今天晚上不要騎摩托車了吧 還有這個路過的交通 這個新人要特別留意 有沒有線上高雄的同學 報一下平安好不好 高雄南部的同學 報一下平安 大家要把自己照顧好 有最新的消息 隨時告訴中天新聞 你在留言室裡面 我們的製作人都有在監看大家的留言 看一下颱風的最新動態 每天這個時候呢 都是五點半 這是最新的氣象一爆 最新的消息 目前有六個縣市已經宣布停班停課了 六個縣市 那北北基的北北基陶會在稍後八點鐘公布 是一起公布的 好颱風的最新動態在這裡 本來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開始 突然都卡住了 動彈不得 那現在終於開始動 那這個情況呢 是五點半最新的氣象預報 你看到他的這個路徑圖 那今天還有民眾呢 從這個馬來西亞飛回台灣 在飛機上據說就拍下了 那個颱風眼 還有周圍的雲層非常的扎實 好各縣市不一樣 來我們的蠟粉 把你現在所在的縣市的位置 的風雨狀況 把它丟上來好不好 我們的製作人在看著 會把它這個截下來 用快訊標的方式來告訴大家 還有製作人來 拜託你 我們的颱風標 從頭到尾不能下的 好今天颱風的訊息很重要 所以兩個小時 颱風標都要放在這裡 不要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會不會放颱風架 大家最關心的訊息 二十個縣市達到停班停課的標準 目前六個縣市已經確定 明天釋放颱風架 好講著講著 又是七個縣市了 哪些縣市呢 我們放在這個區塊 在畫面左下角的這個區塊 就是停班停課的最新狀況 你在這裡會隨時給大家 會隨時掌握到 好這次當然這個風牆雨野奏 明天達標的縣市 目前看起來 包括雙北臺北 新北桃園 新竹縣市 苗栗縣 台中市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縣 嘉義市 澎湖縣 蓮江 金門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還有宜蘭 花蓮 台東等等 這個是目前看到預估達到停班停課的標準 當然這個各縣市放不放假由縣市自己來決定 所以最新的消息七個縣市決定放假 我們放在畫面的左下框給大家來掌握最新的消息 好繼續來看的是 對北北七桃大家最關注人口很多 今天晚上八點鐘跟昨天一樣 在同一個時間點會公佈 目前看起來放假的機率應該是高的 我們還是要鎖定最新的消息 好還有再來 導播換一下 那這個北臺灣呢 慢慢的雨開始大起來了 那西南部要特別小心 它有一些破壞性的強風 特別是從今天入夜開始 你越晚越有感覺 到明天上半天呢 核心的強風會影響到西南部 你要注意什麼 這個強風是有破壞性的 破壞性的強風 在北海岸基隆 已經開始慢慢的雨增加 那中部以北 明天會有非常大的一個感受 就是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降雨 它的邊緣已經接近了 這個南高坪沿海 風雨持續增強當中 目前我剛剛看到 比方說台南高雄都已經開始下雨 風還沒有明顯的感受 晚上就會有比較大的感受 那沿海地區要慎防海水倒灌 所以不要耍浪漫 不要去海邊關風浪 知道嗎 很重要 另外提醒雲林以南 注意劇烈的強降雨 臺東 屏東 花蓮 也會有大好雨 或是超大好雨的機率 颱風的災損 不外乎是風跟雨 目前應該是都很強 好 請大家特別留意 好